千古不必難提 姑嫂總是互看不順眼 我看不下去 總會跟我老公講 請我老公告訴他 他會直接罵我老公說 幹屁事啊 就是像小迪的傳話 真的爛到一個境界 想說他結婚 為什麼要這樣對 我說那好好講就好了啊 你幹嘛要中口氣 然後後來 我老公就跑就講說 我老公說 女人好吃的意味就一直做舞 女人戰爭姑嫂篇 女人戰爭姑嫂